今天姐姐来学习太语中的贝字句怎么说 例如 她被周杰伦迷住了 OK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泰文中的贝是 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对或者是便宜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是贝的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例子 第一个句子是 她被老师批评了 泰文是 他被老师批评了 泰文就是贝的意思 你可以改成土 泰文或者泰文 泰文就是老师 如果更尊敬更礼貌 你可以加坤的写面 有严重说法 グラバウン 或者 グラバウスバン 就是前方的意思 トゥ 或者ドゥン 就是被的意思 コン就是人 コン カモイ カモイ在这里是一个动词 表示偷的意思 コモイ バイ 是走了 去了 トゥ カモイ バイ 被偷走了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是被人偷走了 或者 ドン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ドン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也是被人偷走了 好 我再说一遍 グラバウン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グラバウン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或者 グラバウン ドン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グラバウン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或者是 グラバウン ドン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天包被人偷走了 男子 人 她 男子 人 她 这是我们口语当中 就是说passport passport 被人偷走了 护照的正中泰文是 男舌登堂 男舌登堂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说 英文的passport passport 怎么说呀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对了 或者 ドン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好 大家 跟我说一遍 passport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或者 passport ドン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passport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passport トゥ コン カモイ バイ 护照被人偷走了 被什么什么吸引住了 是 ドン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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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坐结伦迷住了 我被坐结伦吸引住了 泰文怎么说呢 禅 堂 坐结伦 堂 禅 堂 坐结伦 堂 禅 堂 堂 坐结伦 堂 禅 堂 堂 坐结伦 堂 我被周结伦迷住了 拉 王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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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王 堂 堂 堂 拉 王 堂 堂 堂 拉 王 就是小心哦 注意哦 拉 王 拉 王 堂 堂 堂 就是被吸引住 don 堂 就是被吸引住 拉 王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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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王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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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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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谢谢大家和姐姐一起学习 泰语 祝你们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一节课见哦 Sawadika Kokunika Bye Bye